走了一大圈,终于看到这个焚尸炉了 但是这个焚尸炉啊,有可能是供暖用的,也有可能真是焚人用的 但是从这个位置上来看呢,我现在判断不出来 因为我虽然是做纳粹德国研究 可是我对于这个集中营的这个内部情况呢 研究的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东西主要是个形态方面的 就是你了解它为什么杀人就可以了 但是至于怎么杀,那个就是没有做过一个细节上的调查 但是这面确实是一个,这有可能是一个炉子啊 就是这个供暖用的,也有可能是焚尸用的啊,不太清楚 但是这面的楼子很破旧 一种肃杀的气味,有没有 其实你看他这个铁丝网啊,也不是很高 我也不知道这个犹太人,他怎么就逃不出去 但是你说挖地道这种,我感觉不太可能 这个太难挖地道了,说实话 没有那个时间给你挖地道 但是这个铁丝网,你说说这个也,说实话也不是很难嘛 拿一个剪子就给它剪开就可以跑了 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会不会这个里面就是毒气室呢 我看一下,别吓着你们 里面是个墙,气上了已经 什么套路呢 这是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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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quares